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后,各种外援、规划球员、本土球星层出不穷 球员薪资屡创新高,比赛也越来越精彩 90年代,辽祖以中超十连冠的姿态拿到了亚冠冠军 之后,大连万达也拿到过亚冠的亚军 近些年,广州恒大淘宝崛起 不仅在中超赛场上拿到七连冠 还在亚冠比赛中拿到了两个冠军 但如今,中国足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今年世界杯12强赛,国足表现异常拉胯 本以为国足今年可以靠着规划球员往前多走几步 结果12强赛输得一切千里 国足提前游回国内之后 外界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到了主教练李铁身上 指的他过于保守,没有首发规划球员 可李铁也不是擅长 直接在新的他部会上回怼 没有人比我更懂国足 觉得主客场没区别的人没脑子 哎,好好的国足怎么成了组安训练营了呢 被舆论反噬之后,李铁更多的信息被曝光 比如他的商业版图,微博带货 最终在比赛结束一个月后 李铁主动辞职,李乔鹏继任国足主帅 而这只是中国足球崩溃的开始 曾经辉煌的各支中超球队 居然绝大多数都出现了欠薪问题 而且这不是一个月两个月那种 而是欠薪欠了半年 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 明年真不一定能再看到中超比赛了 据媒体统计,中超16支球队里 有11支球队处于欠薪状态 其中一些球队甚至欠薪八九个月 暂时摆脱欠薪问题的俱乐部有两个 深圳和河南 而一直正常运转的俱乐部居然只有三家 包括大人人,山东泰山,上海海港 中超球队集中爆发欠薪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些球队背后的大股东 出资人们都是来自国内最近最高位的行业 房地产 房企今年有多惨我就不说了 大家看新闻也能感受到 这些中超球队背后的房企金主都是谁 中国足球和房地产又有怎样的渊源 为什么这些房企会沦落到如今 连一个球队都让不起的地步 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好好聊聊 大家都在欠薪的时候 有三只球队显得比较乍眼 一个是没欠薪的山东泰山队 山东泰山原名山东鲁能泰山 球队股东有三个 分别是鲁能集团 济南文旅发展集团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这些全都是国企 鲁能集团更是一家有庞大的地产业有的国企 据说一些外部机构甚至没有办法精确统计 鲁能集团的地产业务规模 直到鲁能集团手里的地 大概有2000万平方米 货值超过4000亿人民币 不过在这两年国企退房退地的大背景下 鲁能开始收缩地产业务规模 转战新能源领域 地产销售额也在下降 第二个没钱钱的球队是上海上港队 球队的股东是国企上港集团 上港集团前身是交通部上海区港务局 2005年改制为上港集团 是中国最大的港口集团 旗下的港口集团箱吞吐量 连续11年排名实业第一 总资产接近1700亿人民币 今天上半年的营收超过了173亿人民币 当然这么大的国企 是不可能没有地产业务的 这就是上海上港队的爸爸 业务稳定收入稳定 规模庞大 所以没有签心 同样没有出现问题的大年人 情况就有一点复杂 这家俱乐部最早是首富王健林 成立的大年万达足球俱乐部 虽然曾经拿到过不错的成绩 但因为当年足团黑哨事件频发 王守护了解一句话 中国足球怎么搞也出不出去 就永久宣布推出中国足球了 后来万达俱乐部被大连石德集团收购 但石德坚持了13年之后 又把球队卖给了大连阿尔滨集团 可能是因为集团创始人赵明阳太喜欢足球了 前年后后在足球上投了15个亿 而集团的总资产也不过20个亿 最终由于盘子拖得太大了 集团负债过高 阿尔滨集团又不得不把俱乐部 卖给了大连一方集团 事到了这儿就变得有意思了起来 一方集团同样也是一家民企 但这家公司有一个重要的合作方 叫万达集团 而一方集团能够接受足球队 也是因为大连政府和万达 共同担网的结果 江湖传言这次收购中万达的出资比例最高 政府相对较少 一方出资最少 但在俱乐部的股东名单中 只出现了一方集团 集团创始人孙喜双对足球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这就说明一方集团很有可能只是一个马甲 真正接盘的还是王健林 能让王健林从回足球圈 是因为大连政府亲自登门商讨这件事 最后王首富找来了一方集团 既保住了面子 也帮助政府解决了一块畅主的山芋 唉没想到吧 不过虽然万达是出钱最多的一方 但在球队里是最没有名分的股东 这也导致球队出现了一些负面新闻 去年万达发布一则声明 宣布在政府彻底解决俱乐部相关问题以前 可能不会在这俱乐部提供具体的支持 不管这则声明里有多少卖惨 逼宫博弈的成分 但连着俱乐部存在各种复杂的问题是不争的事实 没有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况已经是万幸了 如果万达真的退出了 本来就没有什么性质 搞足球的一方集团很有可能也会出走 而最后政府会来脱底这么一个足球俱乐部吗 说完暂时没事了 我们再说说已经有事了 这其中就包括资历最老的北京国安 北京国安的创始股东 是北京体委和中信集团的子公司中信国安 在中信国安的时代 北京国安是妥妥的土豪形象 比如投资1亿人民币修建香河训练基地 50万人民币一次海外拉链 而这些都发生在2010年之前 后来北京国安和崛起之后的广州恒大队 爆发了抢人大战 可惜的是北京国安最后没有留住主教练 还被恒大挖走了很多球员 要说为什么 估计国安球迷要跟你吐槽一天 大概一句话总结 中信国安是有钱 但并不代表北京国安足球队有钱 中信国安早就不想玩足球了 在这些年里接触了多个想要接盘的企业 包括淘宝 IGG资本 蚂蚁金服 以及乐视集团 结果我们也都知道了 北京国安队连同18亿人民币的债条 都被地产公司中贺集团收入囊中 而中贺搞房地产的思路只有一条 拿北京最贵的地盖北京最贵的楼 它的知名项目就包括 钓鱼台七号院和万有书院 一听这名字你就知道 不是咱们打工人可以买得起的楼盘 据媒体报道 修建钓鱼台七号院的土地来自军方 商品上的售价曾经从每平方比10万 涨到了30万人民币 而这可是10年前的售价 所以当时因为一家过高被驻建委制裁 中贺集团也因此出名 中贺集团第二次出名 是以总价26.3亿人民币 拿下了当年的帝王 并在这块地皮上修建了万柳书院 打造了北京最豪华的学区房 每平米售价超过20万人民币 2018年中贺集团投资256亿人民币 修建了崇礼太子城小镇 而这是冬奥会主场馆核心区域内的度假区项目 中贺集团自营部分超过了75% 有关这个集团最大的谜团 就是它到底有没有国资背景 如果没有 那么一家民营企业的地产商 如何能够在地皮拍卖政策 实行前夜从军方手里拿地 又如何能够拿到冬奥会 北京工地改造这种级别的工程 又或者能够空降 宋男男老公赵玉吉 这个级别的国企打工人呢 而且外界连中贺创始人是谁都不能确定 这可能是留给北京足球永远的谜了 说完了北京国安 再讲讲中超最近这些年来 最有名的土豪队 广州队 广州队原名广州恒大淘宝队 这名字一听 就让人虎去一阵 菊花一锦 广州队是2010年 被恒大以一人币收购过来的 四年之后 俱乐部又得到了马老师 12亿人币的投资 两大首富加持 瞬间腰杆就硬了 不是买国家队球员 就是以连续破级录的价格 买进各种外援教练 最终 许老板和马老师用超能力 给广州队带来了中超八国王的恐怖成绩 各位老板应该非常了解 现在恒大和阿里的境况 确实比较惨 恒大被2万亿的债务压得传播气来 阿里连续遭遇铁拳 被反垄断审查 球队被欠薪 也是无法避免的事 但是 球队球员的经济人还在 在中超联赛第二阶段开赛前 球队球员就一直在自发的组织训练 而俱乐部能提供的 居然只有扣钱水了 队员不仅要自己洗衣服 甚至还要自己解决物理层面的吃饭问题 虽然一些老板很愿意看到恒大崩盘 但凭信而论 恒大对球队的治理 有绝对的参考意义 皮带老板抄抵广州队之后 组建了一个圈外人的管理团队 他的原话是 对于没有任何成功经验的中国组织来说 找圈内人没有意义 许老板在这个领导层的基础上 设立了KPI和奖金制度 完全按照管理企业的方式来管理球队 后来 广州队甚至成功挂牌了新三板 当然 管理方式优秀 不代表球队本身没有生存压力 广州队2019年的年报里 球队亏损了19.4亿人民币 这点钱在曾经的恒大面前 可以说是九牛羽毛 但在今天 恒大这种局面下 就变得不可接受了 和广州队同在一个主场的广州城队 虽然也未欠薪了两三个月 但大股东的情况在逐渐变好 离能发工资的日子应该也不远了 广州城队是一只老牌球队 但命途多舛 球队曾经被五家企业先后接手过 球队的主场 历经沈阳 锦州 安山 长沙 深圳 最后才落地广州 广州城队每次更换股东 几乎都要经历一次 无家可归的欠薪生活 而这次欠薪 也是广州城队 更换新股东之后的第一次欠薪 2011年 福利地产接手了广州城队 更多名广州福利 也就在这一年 广州恒大放弃了月秀山体育场 把主场定在了天河体育中心 福利地产 立马把月秀山体育场抢了过来 花巨资把体育场 改成了符合中超标准的主场 广州城队的董事长 黄胜华曾经说过 月秀山主场位于广州市的龙脉之上 后来 足协开始实行球队对名中性化政策 今天 大家对于这个政策也是褒贬不一 很多人认为 正是这个政策 是让赞助商不再赞助 中国足球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个政策下 广州恒大淘宝队 率先拿到了广州队的名字 结果广州福利只能吃饼 把名字改成了广州城队 听起来就差了一个档次 不过 在这次欠薪事件上 福利地产算是扳回了一局 福利地产是国内的龙头房企 号称华南五股之首 曾经在中国房企中排名第四 在前些年 房地产还风光了时刻 福利过来伦敦就投入十几亿英镑 拿下了包括 雀巢总部大楼在内的多个项目和地皮 成功把欧洲资本家的老窝 变成了中国地点上的后花园 同一年 福利地产和融创 还成为了万达的旧口队员 其中 福利地产以接近200亿人民币的价格 拿到了万达77家酒店的全部股权 可惜 没风光几年 地产行业的三道红线就下来了 福利地产则成了无情的还债机器 疯狂抛售资产 还募集了25亿港币的资金 成功降低了自己的负债率 到如今 福利地产虽然还有3318亿人民币的总负债规模 但竞负来率已经降到了103%左右 距离竞负债100%的红线已经很近了 再努力努力就能看到黎明的曙光了 相比于两支广州足球队 和他们一强之隔的深圳队就要幸福得多了 深圳队也是一支老牌球队 是广州省最早成立的职业足球俱乐部 1997年 中国平安集团成为深圳队的大股东 结果还没拿到什么好成绩的时候 就发生了平安六君子事件 事情很简单 就是深圳队在客场 对阵云南红塔的比赛之后 来缓解失利的压力 结果被主教练给了个正着 然后就被媒体曝光了 最后俱乐部对6名球员中的3名进行罚款 另外3名直接开除了 这件事给深圳队的名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后来深圳队的股东就从平安集团变成了建立宝 同时还拿到了第一个中小冠军 再后来深圳队的股权变更了很多次 最终让一个叫杨赛新的人成了大股东 杨赛新其实是博台企业 美国金沙集团在中国的代理人和马甲 而且人脉很广 一家博台企业控制了一家中小球队 这种场面在中国可不多见 不过他们也没干多久 深圳队后来越来越不顺 股东换了又换 薪水越欠越多 直到2016年 贾赵业接手才有所缓解 贾赵业号称大湾区旧改之王 2014年的时候 旗下龙岗区项目还被国土局禁售过 但在此之后 贾赵业依然能够正常经营 甚至拿下了新的旧改项目 后来 佳赵业旗下的紧横财富 兑付余期 牵扯出了整个集团的债务危机 前几天 佳赵业4亿美元余期债务 刚刚延期失败 还债压力越来越大 小道消息称 佳赵业正在模仿恒大 向政府求救 相比于深圳队 河北队的情况要好一些 求助大股东 同样也是爆雷防喜 河北华夏幸福 华夏幸福今天年初 披露了企业债务问题 公司逾期债务接近53亿人民币 但账面上能够用的现金只有8亿 大股东的债务 甚至影响到了 球队的正常运作 球队办公室直接被贴了封条 球员们因为基地拖欠电费 只能被迫放假 而最近 华夏幸福也给出了 新的债务重组方案 球队和买了他们房子的业主 都希望这一切能好起来 同样 在河北 苍州雄狮队 情况要比河北队差一些了 已经被欠薪6个月了 球队的股东 是河北本地地产龙头永昌集团 而来自河南的河南松山龙门队 也欠薪了两个月 球队的大股东 是河南的地产龙头 建业集团 建业目前有1485亿人民币的负债 但净负债率在100%以下 属于在红线以下的 但几个月前 有一份建业集团的政府求丢信被曝光 这封信被曝光之后 建业集团的股票 债券因此遭到抛售 损失惨重 民营房地产公司 各个都是问题 那国企房地产公司呢 一样也有问题 绿地集团就是一家国有控股的地产商 在世界500强里排55 同时也是唯一一家 三条红线全采的国有房地 绿地集团曾经负债了万亿人民币 手里的中超豪门上海深花 也出现了欠薪 但国企终究是国企 劝尔的效率不是其他建业商能比的 目前绿地集团的三条红线 已经有两条变绿了 相信他们很快就有钱 继续支持足球了 上面节球队虽然经营遇到了困难 但只不过是欠薪多少 至少企业还都有口气 但有些球队就不一样了 被自己来自地产行业的爸爸直接玩死了 比如江苏队 江苏队的大股东是苏宁集团 2020年过得很惨 到处制压股权卖项目 能保住电商业务就很不错了 对曾经向往的地产业务只能say goodby了 结果由于要填的坑太多了 足球这种烧钱的项目也只能直接放弃 导致江苏足球队论部 只存在理论上的重生可能 同样消失的还有辽祖 原因就是球队金亿元的薪资 4亿元人民币的税款 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说起来也挺惨的 辽祖可是中超历史上第一个石冠王 却因为球队股份制改革和职业化改革 变得没钱没成绩 建立保成了大股东之后 因为董事长张海腐败贪污被捕 后来又把辽祖卖给了辽宁地点商 红韵集团 但红韵买下球队本来就是求财 以为可以通过解决政府手里的烫手山芋 更方便地拿地 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所以对球队的经营也没有那么上心了 不过辽祖也曾有希望复苏 因为球队有一位非常牛逼的经理 叫张主光 就是他让辽祖从北京回到了辽宁 同时就傍上了建立保 这个当年的大财主 而他最牛逼的操作 就是请赵本山做俱乐部的董事长 赵本山曾经对足球是很有热情的 面对负债欠薪的辽祖 半年时间投入了5000万人民币 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可球队是怎么回报本山大叔的呢 在一次辽祖比赛之后 曾有这样一幕 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 本山大叔自然心灰欲冷 而他的足球生涯只失去了180天 最后离开时候只留下一句话 我是怀着一颗很纯的心进入足球圈的 但足球队的问题确实太多 把我弄得很伤心 前不久12月6号 央行发布公告 要降低0.5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 向市场释放1.2万亿人民币的资金 这可能是已经阴云密布了一年的房地产企业 在今年看到的第一缕阳光 作为普通人 我们当然希望在给国足加油的时候 能买得起房 同时也不需要用下半辈子来还房贷 只不过想要达到这个目的 需要个过程 也需要经历阵痛 当然中国足球只靠找到一个好爸爸 就想要冲出亚洲 踢进事业杯是完全不现实的 等到球场没了黑哨 假赛 队员没了小肚男 管理机构的能力 在提升一两个档次之后 我们再来聊聊世界杯的事吧 还是那句话 希望一切都能好起来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各位老板们如果对这些有兴趣 可以在弹幕评论区交流 最后不要忘记 各位一天赛赖呀 我是久贝特 我们下期再见